岛军说,在2003年,中国入市了,报纸上一股敬,小老板们也开始做好梦了,土地价格上涨,导致农民普遍富裕。 2014年开始民企工厂迎来了转折,工厂成本越来越高,税费越来越严寡,高利贷恒行,销售越来越差,设备老化,无力更新,技术工人,基本跑光了,实体经济,传统行业,利润大滑坡,经济效益差得一笔掉糟,铁工机大量投资,拉高用工成本,小老板不加工资, 员工就要跑了,问题是,国际贸易的价格,可不是说涨就涨到,民营企业的未来,怎么办呢? 作者,财宝宝,图片,视觉中国,来源,财宝宝的微博,考察样本,某工艺员上海浙江附近,全部是轻工业,三十几家工厂,资产最低是上亿,高的十亿,工艺员的起源,在2003年,中国入市了, 报纸上一股敬,小老板们也开始做好梦了,此时,塑料桶上会恰巧换现,选了个上头喜欢的新会长,新会长自身经济实力一般,但是方方面面熟悉,说是要帮助大家做点事情。 众所周知,山会其实就是个吹大牛的地方,老板之间互相喝喝小酒,聊聊信息,都不当会长是个部,新会长有点意思。 憋了一口气,乘着改革东方,居然找当地政府要了一块工业的,大概是500亩的样子,卖块的地势很差,常年被雨水淹了,属于无法耕种的土地,地处偏僻没人要。 当时,各个老板对土地也不感兴趣,主要是太偏了,距离家里太远,以前交通也不好,车辆也不多,实在是兴趣不大,但是,老板们之间喜欢互相谈比,互相调劲,你买啦,我也买,输钱不输人,就挣一口气,按照现在的价格看,这快递等于是三钱不止两钱的价格给大家了。 各家各户,分别拿到了五到三十亩的,当时的小老板非常纯俯善良,都是按照自己的实力拿地,觉得自己有钱修一万平米工业楼的拿八亩,两万平米就拿十五亩,以此类推,当时分地,既没有矛盾,也没人眼红。 相反,同行眼里一大堆聪明人嘲笑买地的小老板,傻瓜啊,尿不拉S的地方,要砸进去几百万盖楼,吃错药了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土地的价值出现了,工业用地,说白了,就是面积大,也不可能去炒作,谁也不认为这土地有多大的意义。 但是,2008年成为转折点,中国四万亿,劳动法,一,四万亿贷款,铺间盖地下大雨,但是,你要贷款,必须要有抵押物,结果买地的人,全部拿到贷款了,抹地的小工厂,基本死光了。 二,劳动法导致工人的要求迅速提高,必须是干干净净的漂亮宿舍,夫妻房,空调,干净食堂,否则找不到工人,有的的企业才能做到啊。 两个大因素,互相夹击,有土地的企业飞速发展,墨地的企业大都关闭了,或者狗言残喘,非常潦倒,客户也是势力员,你这里是新大楼,窗民激净,工人们只高气凉,那边是猪圈村,破破烂烂,生产订单也飞速朝工业区集中。 2009年的4万亿,导致农民普遍富裕,这个工业园区的民用品,赚的盆满锅买,然后小老板们又赶上了买房,房价像是窜天猴一样,又赚了好几倍,那快的本来是屌丝地段,15年后居然通地铁了,策纳,三下五除二,出老帽全部变成了货真价实,得意毫了。 民企工厂的好日子在2014年迎来了转折,一,工厂成本越来越高,工厂都是劳动密集型企业,最大的支出就是工资和社保,由于铁工机是不考虑成本的,工资高得离谱,制造业被逼无奈,只能一起涨工资,工资一涨,相关的社保就要涨48%,工资社保在会计学上是增值部分, 再加17%的增值税,这样一搞,劳动力成本,三年就翻倍了,而且是越涨越高,加速上涨。 现在,中低收入家庭子女普遍读大学,中年人大多数遇到拆迁了,所以,在民企工厂根本找不到多少像样的长期工, 很多大学生宁愿在大城市送快递赚7000,追空调赚4000,也不愿意在家门口当操作工,企业和农民工,互相混日子,做一天就算一天,不高兴就走了。 与此同时,商品价格涨不上去,出口是国际顶价,国内成本上升。 东南亚,墨西哥就抢单子了,你去看现在的欧美超市,中国制造已经明显下降了, 外贸厂都是大流水线,产能精人,产能过剩后,也不可能保费机器,就像内贸领域泄红,导致内贸领域也产能过剩。 制造业企业有个特点,产量必须达到多少,才能降低成本,于是,供大于求,大家一起倒霉,按税费越来越严管。 现在,生意不好了,较高工资的管理人员就要裁员了,这就导致劳资纠纷越来越多,管理人员被裁员,一般喜欢报复,到处举报企业这个违规, 那个违规,企业倒霉了,罚款不缴,雪上加霜,三个利贷横行,因为生意不好,企业之间舍账越来越多,企业三角债,越来越普遍,这就导致了两个时间点需要高利贷, 一是发工资的时候,二是贷款到期的果桥,很多企业没办法,只能去找高利贷,高利贷大部分是黑心骗子,在合同里暗藏了很多条款,只要沾上,第四无疑,四销售越来越差,企业老板被资金和利润搞得交投了,抓质量,抓业务的时间越来越少,导致产品销售问题越来越多, 五设备老化,无力更新,六技术工人,基本跑光了,技术工也要养家糊口,买房置业没钱不行,工地贴磁砖越入三万,泪珠卷越入两万,你工厂发不起钞票,技术工就会怨天尤人,破口大骂,老板很难管了,时间长了,互相不满意,基本就散火了,一部分技术工学了效益好的企业, 一部分改行去了工地,这些都是聪明人,建筑工地那些活根本不难,一学就会,主要是辛苦,一部分因为老家拆迁,继承遗产,索性退休了,在老家小区开黑车,办小超市,年轻一代,二十几岁的农民工,大部分来自深山老林,因为流动性太大, 今天这个厂,明天去那个厂,对学技术丝毫不感兴趣,因为换个厂就白学了,白天想赚打钱,晚上就要吃鸡,经常迟到早退,与此同时,向老板也是心灰意冷,不愿意教技术了,一是年轻人不愿意学,二是将会了,立马辞职, 白交,三是泄露技术秘密,到其他厂赚败款,还要利用本厂的设备,现在的小老板,因为没什么利润,就等着工人自动辞职,这样可以不赔钱了,手里还有几个老技术员,大家互相凑合一下,只要赚点工资,各管各了,其小老板为什么不关厂,那是关不起啊,关厂有两个大损失,一是工人遣散费, 那是最后咬一口了,平日里称兄道弟的,立马一个比一个凶狠,小老板搞不够员工,二是三脚转必须经常,这两笔费用,大概在两百万到五百万,小老板根本拿不出来,三是机器彻底报废了,非常可惜,所以,小老板最不愿意关厂,拖一天,算一天,或只等死,工厂老板的多元化发展, 彻底失败,2014年后,尸体经济,传统行业,利润大滑坡,经济效率差得一笔掉糟,那时候,小老板手里还有点心事,主要是前几年的积蓄,或者是买房带来的超级利润,五百万到一千万是可以的, 这时候,这群图老帽,还在吃迷失体经济,在一大帮子NBA屌丝的忽悠下,保团出海,搞多元化经营,现在看,全部是失败的,一进军房地产, 这些老板,每人几千万,凑三个一现金没问题,但也搞不了大项目,一般是去贫困县,做几个小楼盘,得益于去库存,基本没亏,但也没赚钱,原因是,单低的正杀生态,胜略几万四,虽然,账上没亏,但是三到四年的全身心投入,导致主业崩溃, 他们去做房地产,都是被紧离箱的,所以工厂就委托给几个副总了,这群职业经理人,基本把这个工厂吃干扎净了,老板回来,就剩下一个空格子,二进军高科技,主要是一些特种行业的机电设备,电脑化升级,这群人基本是赔得干干净净,高科技对于图老帽而言,基本是啥也看不懂, 他们只能依靠招聘,问题是,招聘也分不清楚谁是谁,于是,担子大不管不顾,先干了再说,一群技术远马浓,花光了几千万,然后走人了,临走之前,还要录制一番,图老帽,真是运枯无泪。 三星军服务业,大多数是开高级饭店,制造业是标准化流程,开饭店纯粹是按箱操作,高级饭店的特点是,一次新章修投入超级巨大,遇上了工款吃喝见令,基本蛮大了。 四进军军农业产业化,基本都是亏的。 民企制造业老板,现在混得怎么样了,一金盆洗手,退出江湖。 这类老板的最大特征是,有房有的,有工业大楼,他们一直比较稳健,可以安全降落,值工险散费,供应商欠款基本还清。 银行大款稍许,靠工业楼租金归还,彻底无忧了,这批人是制造业里最厉害的人,非常聪明,所以宰下了三五套豪宅,外在一个工业大楼,这批人退出制造业,真的是非常可惜。 这批人的豪宅,绝对的豪,不是那种爆发护红木家剧,而是欧美饭在现代化,吃饭全部是银餐剧,保姆三五个,天天研究怎么玩,地窖里全部是优质红酒雪茄,反正钱也花不完。 他们这批人,都是独生子女,经济负担很小,而我把大牢送给你好吗? 现在,各工业人都出现几个老板,急吼吼要把工厂、机器、大楼送给别人,但是没人咬,这类老板是走投无路了,银行贷款和供应商欠款,无力支付了,这些欠款都是以公司名义欠下的,所以他想把公司大楼和机器送给别人,以此解套,值工钱散备,也不管了。 这种老板水平一般,或者运气不好,资不抵债,今后是法院黑名单的长期VIP,三接点钱给我好吗?我给二分离。 这位老板,企业还在运转,但是基本无利益,一到发工资的时候,小老板就像是胆胖那的兔子,到处乱考借债,这种小老板也知道,高利贷是不能借的。 一天上,昆山龙哥那种花膀子就会勒紧他,直到家破人亡,但是这种老板一般也借不到钱,大家都困难,谁敢借给你啊? 大部分情况是,找信托公司,再找个亲戚朋友把房子抵押,给他贷款。 这种人最后会把家族成员全部害死了,一次高利贷手下的死鬼。 有些小老板长期处于精神崩溃边缘,偶尔出现一个盗单子,像是抓到了救命稻草,发了狂一样,任何人的劝说都不听了,借高利贷生产,绝大部分的下场是人生悲剧。 子女倒霉,五金银良好的企业,这类企业也存在一部分,因为现在订单集中化趋势已经开始了,客户也怕工厂倒闭,原材料拿不回来,还要对外违约赔偿,所以尽可能把单子交对派上去还不错的工厂。 但这种企业数量不多,我看到了的是十之一二,或许,其他地方再多一些吧,部分工厂倒闭了,那么大批的厂房又租给谁了? 一物流公司是大头,大庄城市,门口可以停卡车的工业厂房,超级抢手,要租的物流公司,多得不得了。 一,大型运货公司,例如刚才水泥运输,二,快递类,大大小小的公司网店,这些公司现在最发愁的就是停车问题,工业去好啊,地方打,停车容易。 一,二,汽车销售,汽修,现在汽车普及率高的离谱,销售和汽修行业前途非常大,这类4S企业需要很大的场地,是中心他们扛不起租金,也很难找到那么大的场地。 汽车公司往往就在市区边缘,例如外环县附近,现在,求租的汽车类客户,多得一笔。 三铁公积公司,现在到处都在修房子和基础设施,他们也需要办公场地和宿舍。 工业区的大楼就是最合适的房子,价廉物美,4,3楼以上改为货品仓库。 现在,市中心的销售门店,例如卖床单的,卖买桶的,店里只有少量货品,大批量的货物都在郊区工业楼里的大仓库,租给这些公司。 非常好,一般只有一道两个值班人员轮岗,又卫生,又不惹事,付租金侧爽快,五淘宝小店,像夫妻带两个孩子,四个老人,几个亲戚,走在一起足够大仓库。 吃喝拉撒睡一起解决,便宜时会,还不用上下班了,一家人和和美美,但是,因为有老有小孩要开火做饭,所以工业区不大喜欢淘宝小店,生怕安全问题。 6互联网小公司,互联网创业公司,真是穷的一笔,租个三五百平米。 机器设备一大堆,很多傻了吧唧的天使投资人,居然给这些250投钱,扫地阿姨都比是他们。 上厕所补充的,合伙人在食堂打架,还要和打工卖搞拼头。 七股起的门店,通讯,水电器,有线电视,银行,邮局,到处需要窗口门店,到单位的资料存放库。 八零价甩货店,工业区各厂一般都有滞销库存,开个门市部,自产自销。 后来出现了中间人,到各厂收货,然后集中在几个大店甩货,一般就在交通方便的工业员。 九宿舍,现在各公司人员建筑频繁,偶尔来了个大单子,宿舍不够了,十个别可能是偏补贴的公司。 申请补贴必须有租房合同发票,这些公司就来租一个房子,带一些机器设备,办公桌,电脑,应聚权,议备上级部门检查,实际上平时根本无人上班。 补贴到期后,这些桌椅板凳,电脑设备,基本都送给房东了,因为这些公司往往是外地招商引资来的,这些不值钱的东西,还不够来回去的运费。 用功,难得解决方向,就是半色动画。 但设计数升级,引发的老子就一分,越来越多,免质改革,举步维艰。 现在,中低价机器人越来越受欢迎,没有社保,没有纠纷,随便加班,不会生孩子,上班不开空调,不要宿舍,不吃饭。 机器人在大家的脑海里,可能是高岛上的汽车公司流水线,玻璃罩里面的真空操作,实际上,机器人还有中低端的,半自动画,取代80%的人工。 举例一,我曾经参观过一个拉链厂,全世界底名的产量,厂里没人的,就是控制式几个人,全自动生产,活出进去,香肠出来。 但是,这种流水线投入非常高,一般企业玩不起的。 举例二,剧图或模具设计,原来是人工,现在是CAD加斯高头,类的机床或者平面切割机。 举例三,原材料分割切片,原来是大量的人工切片,现在是激光定位切片。 举例四,简单反复劳动,半自动画机器人完全可以替代。 这些中低端的半自动机器人,成本大部分是10到80万,几半两年收回成本,所以,很受老板欢迎。 但是,机器人冲击了低端岗位,导致劳资纠纹越来越厉害,老弱病残留工,或者是小学学历的员工,因此面临失业,打架吵闹,暗中使唤,制造障碍,最极端的破坏生产工具。 例如,扔着螺丝钉炒住机器,防不送防,老板天天要处理那么多事情,对外对内忙的交投烂额,实在是管不住。 机器人代替员工,成本分为两块,一是机器本身的成本,很明确,二是解决劳资纠纷的成本,无底洞。 劳资纠纷的成本,明的暗道,远远高于机器本身,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,由于劳动法导致解雇,成本高的离谱。 优秀的人走了,技能差得死胡不走,企业慢慢失去活力,改革举步维艰。 制造业工厂不接单是怎么回事? 2018年8月下旬,某个小老板告诉我一个事情,有单子也不做了,十几年没有遇到过的怪事情,不是价格问题,就是制造业工厂不接单,过程是这样的。 今年6、7月份,某行业的外贸敞开出口展览会,参考去年的成本,接了大量外贸单子,结果,8月份上游的石化企业突然涨价,原材料涨价导致民企全面亏损,或者不赚钱了,大民企都有一定的原材料备货,就直接收缩,仅保住外贸大客户。 这次外贸单认赔,但是不再接心单了,上游石化原材料涨价的原因,主要是环保,一大批小厂关门了,剩下的大企业,你懂的,笑不动了,接近翻队的涨价,上游涨,下游也涨,不就行了吗? 实际上没这么简单,制造业开工是必须有几步数量的,你去彩电厂订购200台彩电,没人理你,至少两万台,以前彩电厂敢做两万台,是因为他相信卖得掉,如果价格翻倍了,他就不敢做了,如此夸张的涨价,实际上接到的内贸单子就很小很碎了, 企业辛辛苦苦搞半天,可能还亏钱,索性不做了,从这个角度来看,下游暂时歇业,保留骨干,日后冬沙再起,可能吗? 我手里有个活生生的例子,某塑料桶搭行厂,三年前因为户存太多,做不下去了,歇业,这个厂前些年赚钱的时候,盖了大楼,所以,这间,办公楼, 商铺很多,于是,老板停止生产,工人全部潜散,技术员转款位打杂的,靠租金收入熬了两年,去年,老板想东沙再起,结果不行,一供应商不敢相信他,因为他失业了,外面都说他资金链断链,所以常规的账期都不给,现款现货,这就没法做了,二经销商不相信他,塑料桶行业的 特点是,经销商不成全退货,因为他失业的时候,资金困难,对经销商有点卡,没有做到全退货,经销商不敢相信他,只同意带卖。 三技术员已经脱离一线设计较长时间了,对最新的趋势已经不太敏感了,四技术好的工人,已经在其他厂就业了,不愿意回来。 老板为了宣传,打烊,跑市场,开招商会,整理车间,花了两三百万出去,结果是,没有像样的订单,没有大额的预付款,最后没有复工,现在继续吃房租,也算是彻底死心了。 去杠杆的话题,去杠杆,前两天,和几位一般规模的民企老板聊聊天,这些小老板都是不到时宜,开会没人请,论坛进不去,只能自费和喝小酒,抽抽中低价雪价的档次。 我提了几个短期思路,已把子女婚房准备好,不要抵押,这批小老板,大多数五十几岁到六十几岁,子女都是成家立业的年龄了,小老板创业时期,管不到孩子,这些孩子普遍混得一般,学习成绩一般,情商智商一般,以后自己混好,不太容易,我建议,本地一套小别野, 请护一套市区大评测,这个事情,无论如何要落地,企业是员工的,生意是社会的,GDP是科长的,今后企业怎么办,款不垮,因素很多,不是自己可以决定的,像老板要做的事,给子孙留个落脚的地方,不要到头一场空,二快速收缩,不要大量贷款,不要搞基建,不要扩产, 不要升级设备,保住五到十个核心员工,其他人辞职不留,新人不招,部门合并,严格劳动法操作,时刻准备打官司,生产量维持在不亏,或者尽可能少亏的数量级,熬两年,等待到环境变化,或者拆迁,在内部合规性,企业收缩的过程中, 必然会遇到各种矛盾,告状,查账,罚款,是不可避免的,要由两手准备,一是准备好流动资金,预备罚款,二是悄悄补漏洞,尽可能和归省约一万字,四低调,千方百姓节约,节约,再节约,各种奢侈品, 一律杜绝,任何引起别人嫉妒的事情,一律取消,除了接待客户,不在附近吃饭唱歌洗脚,给员工说清楚,今后要收缩了,你要辞职,大家欢送,你要起诉,我开车带你去,你要高壮,我不拦你,五条整心态,过去的十五年发展黄金期,你年富力强,也就混到这个水平了,现在进入了 年了,经济环境严峻了,你的知识落后了,就不要异想欠开了,民企的困境,提高居民收入,关键在民企,80%的城镇就业人口在民企,你家男人,介于时间开滴滴,毕竟是少数,问题是,民企现在自身也是一脸猛逼,各种各样的税费法,各种法律政策内部文件,上机通知窗口指导, 想要搞懂,小老板至少是半个全科律师,加半个专业CPA的水平了,很多人说,专业的事情,交给专业的人做,这是乱逼逼,大部分会计,人士,各部门经理,最喜欢误导小老板多交钱,因为这样做,他们就省事了,绞尽脑汁去省钱,也累啊, 所以,小老板基本不相信什么专业人士,实际上,小老板根本也搞不清楚这些规定,脚踩西瓜皮,滑到哪里算哪里,民企内部很多时候也是一团乱忙,哪天出了问题,各部门经理首先想的是,这事情是老板决定的,远不到我,没人操心怎么解决, 管他的,让老板自己想办法,我就这么点工资,干不上操心,你是不是发觉,就和家里装修一个感觉,什么事情都来问你一次,让你拍板,目的就是以后别找我,很多小老板,现在就是一副大海航行靠运气的感觉,安全上岸是运气,船翻了也热命,在这种情况下,很多企业遇到问题, 完全是贴满行空,凭空乱想,时间长了,重要灾的,企业都这样了,你让员工增加收入,那只有一个办法,硬搞,铁公鸡大量投资,拉高用工成本,小老板不加工资,员工就要跑了,问题是,国际贸易的价格,可不是说涨就涨的,怎么办呢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